杨茜茹 大家好 我是鄭云龍 感謝命運 讓我們在此時此刻相遇 今夜 一定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多么愚蠢的太子 为什么是最好的安排 等等 刚才发生了什么 刚刚不是我 是我内心的求知 为什么要解释给他们听 对不起 可能是我最近工作太忙了 有点恍惚了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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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从小就是个 充满了好奇心的孩子 你还在吗 他走了 我经常这样的自言自语 有很多问题 我只敢自己偷偷地想 从来都没敢问过别人 你呢 你是否也会 遇到这样的处境 总是会有一些棘手的问题 你肯定也会 遇到这样的处境 总是陷入一帮留下的陷阱 也许你会选择逃逃逃逃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的求知 要追根旧 就像孩儿兄弟 特别人 真好胎也是皇帝 为什么在故宫什么春花都相信 无意真话 因我何而成 为什么一句 皇上 神切做不到 成为经典的明君 为什么李女龙说 为什么李女龙说 学习 学个屁 为什么这样说 家长们全都互相亲 孩子们却深情无意 战堂和相遇的孩子 会不会有口意 这个问题我亲自答 我怒答 冷静 手机上的苹果被谁咬了一口 自来卷算不算一种疾病 玉皇大帝住在平流层还是对流层 梦究竟是固体还是液体 为什么大人的世界 从偷偷许到飘飘是灵 为什么熬了最多的夜 却还是靠不了地 明明拼了命 可在老板眼里还不够努力 为什么出门总要思考 车要停哪里 为什么家房总要收盖不完的方案 人只出门好奇 终于生就更低 不知道大家是否跟我有一样的疑问 我们要到哪里去寻找答案 直到有一天 我遇到了他 他有自己的宇宙体系 人们的大脑转隔不停 你可以发表自己的记忆 分享困难的处境 所有人都会用心 倾听你的声音 他让我明白分享的真谛 让我明白事实 都要保持好气息 思考是人类的记忆 何必要把问题 别在心里 他让我明白没有绝对的错对 世界万物 只有相对的公平 头脑中凌乱的思绪 是世界发展的原动力 古人说得对啊 有问题就会有答案 欢迎来到之后 每按一下给你一百块 同时世界上随机一百人 会得到一万 给你十亿美元 但会有一只蜗牛 永远追杀你 给诸葛亮 五十五只能打电话的手机 非法可否成功 我们现在的伙食 是不是比咒王强多了 如果你有一瓶 永远喝不完的可乐 如果鲁迅去了 鲁豫有约会怎么样 欢迎来到之后 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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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之后 就差一个程序了 欢迎来到之后 这是你的风 之后 生马不易 之后 心疼大猪 欢迎来到之后 你可以坐在之后消停 欢迎来到之后 愿在之后 刚才飞机 欢迎来到之后 发现很大的世界 之后 所以我已 之后 欢迎来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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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之后